把每一次上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都分别贴到这边 所以里面的话 我们每次上课 大概说明一下 这一期课程的大纲 然后再来就是建置Python Python当然它其实 不像VBA是一个付费软体 所以必须自由软体的话 变得有点像自助餐 变得你要自己去 把Python的环境下载 然后我们又装了一个Eclipse 并且把Python跟Eclipse 这两个环境怎么样 把它拼凑在一起 让它能够发挥作用 然后还要再设定什么呢 设定Python的路径 特别是说Eclipse里面 还要装一个外挂 那个外挂因为我们这边 跑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上个礼拜好像会 比较容易失败 在自己家里应该 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因为下载的频道还稍微快 快蛮多了 我发现这边频道好像不太够 然后还有雨系的部分 那特别注意 雨系呢 这边预设 因为是在Windows环境下 所以它预设环境是MS950 就是微软的那个 那个BigFi的设定 所以呢 记得要把它改成UTL8 否则的话之后会有乱码的问题发生 其他还有像Eclipse里面 字太小你可以再把它把它放大 后来我们又讲了一个 那个Python里面呢 第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资料形态的部分 因为呢如果你是整数 你就跟字串 如果要串在一起 你要先把整数转型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不会转型的话 那一定会发生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也是最常发生的 这是最基本的 那其实这个细节部分的话 都完整收入在这边 影音 所以你点进去啦 上个礼拜的全部的影片都在这里 那你可以点选 你比较不索的部分 再去把它反复听讲 尤其像那个环境 那大部分同学回去试 好像都没有问题啦 大部分就是会有问题的 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JDK的问题 那些同学出现错误 然后好像是什么JDK没装 那我就讲过啦 其实在我们哪里呢 在我们的那个云端上面 有个安装环境 有没有 懒人包 那这边有JDK啦 那这个是586啦 其实就是什么32位元的 那那个这个Oracle的网站 因为Java已经被Oracle 给买了 所以他那个上面呢 会有这个32位元的就是586 那如果差64就64位元 因为我们Eclipse是用32位元的 所以JDK呢 也用32位元 那边是要match的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Node Node这个是纪事本++ 这个将来也会用到 因为这个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要看一些 那个格式的话 文件的格式可能会用到这一个 那个Python的那个压缩档 另外的话 这个是MySQL啦 如果你要把那个MySQL架起来 假设要把资料放在资料 MySQL资料库的话 那这边有相关的这个环境 可以利用 那另外还有讲义啦 我们把讲义放这里 上个礼拜呢 有把那个讲义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有大概了解一下有关什么 有关那个相关的啦 所以你回去的话 就是再把 像我们上个礼拜 有讲到那个拖曳资源嘛 这个拖曳资源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喔 输入像 最 像双引号或单引号 因为它是表示自串 那它输出一定会出现错误 所以呢 如果我一定要出现双引号 或单引号的话 那我前面要加一个反斜线 它才能够输出喔 另外换行的话是反斜线N TAP的话呢 是反斜线T 这个是比较常用到的 其他的话呢 好像这些东西呢 我们今天呢 也会把它融入进来 其他还有像那个 算数的部分喔 算数的那个运算值 像加减乘除啦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另外的话呢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那个取余数的部分 还有平方的部分 这个可能都要稍微记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接着来看 其他就是逻辑部分 那逻辑部分的话呢 就是AND的O 那指这个比较少用到 所以如果说你有两个以上的逻辑呢 交集的话呢 那你就用AND 连集的话就O OK 那再来的话 今天的话呢 我们会再学一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的 input input就输入资料啦 有点像那个VBA里面input box 假设呢 你需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你在做逻辑判断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input跟一个raw input 不过如果input在3.x的版本呢 它已经被弃用了 就不再会有两个input的方法 而会只有input 那input进来的东西呢 在2点几的版本 因为我们现在是3点几的版本 那它预设的那个输入的资料呢 是数字哦 不过在3.x的版本之后的话 特别之后 我们现在是3点多少 3.56嘛 有印象吧 那它预设输入的资料的话呢 那就会是自传 特别之后 这个就不再是文字哦 这个因为它版本改变之后的话 它里面会有一些变化了 所以input进来的东西 特别之后是自传哦 OK 所以这边会有一些变化 那其他的话呢 待会儿呢 我们今天呢 就要开始做一些练习 这个练习的话 是有关那个逻辑部分的练习 所以这个我想 请各位至少要把那个 相关的那个 像关系运算值啦 逻辑运算值等等的 稍微把它了解一下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看 有关那个逻辑的部分 特别注意哦 逻辑部分的话 if其实在VBA里面 一定要一样也有逻辑 那逻辑部分的话 当然我把它区分成 如果是你只有一个判断 你就一重逻辑 如果呢 有反之的话 那就else 就两重逻辑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有很多种判断的话 那就多重逻辑 所以今天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们会用那个if的 去述啊 去述那个逻辑判断 然后后面当然就是 回圈的部分了 for回圈我想用的最多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 范围就用for回圈 如果你要 无穷回圈 一直不断执行的话 会有坏回圈 那这个我想 我们后面呢 会陆续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那个if的叙述 那if的叙述 这个其实跟VBA 就蛮像的 只是语法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 稍微转一下弯就好了 所以其实里面很多范例 像以前VBA写过的 我把它拿来 反正就改一下语法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第一个 你会发现 if如果在VBA里面 if是一个 后面一样是一个条件 但是VBA后面是一个zen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 是一个冒号 它不是zen 是一个冒号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会有一个缩牌 按个TAB键 特别主要在VBA里面 你没有缩牌 没有关系 但是在Python里面呢 缩牌是绝对必要的 也就是它是当成 缩牌是当成程式的一部分 VBA可以不用缩牌 所以你会以前 同学写VBA的时候 我们都全部放在同一个阶层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缩牌 你不缩牌 这看人辛苦啊 不过如果你以前 习惯缩牌了 你现在写Python就OK了 因为反正就是TAB OK 这个同一阶 跟不同一阶 结果会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 我今天一重逻辑 大概都到这里就好了 如果你有两重逻辑 比如说你有 如果像等一下 我有个练习就是 让使用者输入年龄 请输入你的年龄 如果说他输入的是 18岁以下的话 18岁以下 那就是未成年 18岁以上 那就是成年 这种叫两重逻辑 两重逻辑的话 那我们怎样 就可以再加一个L10 有没有 不过呢 VBA里面L10就打L10 没有个冒号 不过这边要多个冒号 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年龄 不是只有成年不成年 我们还有多 比如说18岁以下 是青年 18岁到35岁可能是 应该是少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比如说我要去一个人 好几块 假如说呢 最年轻是少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这有四种逻辑判断 假设了 那我这时候呢 就必须怎么 两重逻辑 已经不复实用了 一副 跟L10不复实用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中间还有其他逻辑 那你就要用L10一符 VBA里面叫L10 这个是完整 L10一符 它叫L一符 那一样给逻辑 那在VBA里面 这个一样是Zen 可是它这边一样是冒号 所以你就把第二种逻辑 写在这边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练习 就是有关那个 成年为成年好了 其他还有像什么逻辑判断 等于 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是一个等号 可是呢 在那个Python里面是两个等号 两个等号是这边等 那边等 不过这好像比较符合那个 一般性的 甚至JavaScript有三个等于 OK 不过你要记得 这个也是常犯的错误 那不等于的话呢 不等于VBA里面怎么去处 这样子 小于大于 有没有 在Python里面是不等于 不等于 所以你可能要记一下 这个虽然是同样的逻辑 但是用的语言不一样 其他这个打字都一样 所以这个底下都比较不是太特殊 比较不一样的 也许你可以稍微记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 这个先从一重逻辑开始练习 假设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也许就是再来建一重逻辑的练习 那建那个逻辑的 第一个首先当然我们一样 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我们Eclipse环境打开来 然后呢 执行的时候呢 因为上个礼拜呢 已经有建一个workspace 所以我把它订取 那自然他会把上个礼拜练习的东西 就全部都把它找到了 然后会出现这个 应该有一些什么update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你就是 先把它关掉好了 那上个礼拜呢 我们建的专案在这里 里面的module在这里 有没有 上个礼拜的Sum跟这个Val OK这个我做两个 那如果今天要继续练习的话 一样嘛 你就在这上方按右键 然后new什么 new module 就把那个module给 这个python的module 然后把它nest 给它一个module名称 比如说的话呢 我这个第一个叫一重好了 反正就是一重逻辑好了 一重逻辑 假设啦 那特别虽然 其实之前我都输入英文 不过后来我发现 我输入这个名称用中文 好像是OK的 所以我的习惯 我就直接干脆打个中文好了 我给他一个finish 会问你说要不要tablet 不要的话就cancer掉就好了 OK我们cancer 再来的话呢 就开始输入那个问题 那假如说我今天想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的年龄 因为我要判断说 他到底有没有 那个成年的话 那第一个 当然你要怎样 去跟他问问题 那问问题的话呢 当然就是用input 不过input的前面 请你先加一个h 这个h是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一个变数 h等于什么呢 input 特别是我要跟他要一个什么 input 请你告诉我那个你的年龄 所以呢你就这边可以 那input的括弧里面呢 就是在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双引号 然后呢 比如说呢 请输入年龄 可以这样 年龄 然后呢 他就输入年龄 请输入年龄 再加一个 冒后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跳出那个 一个input 让底下会出现 在科 科士这边会出现 请输入年龄 那你就把它输入了 输入之后的话呢 他会把资料丢给h 不过特别注意哦 input 在前一个版本 他是数字过来 可是现在哦 我刚刚讲过 因为他改版了 所以他变自创 这要注意哦 因为新旧版本不一样哦 不过现在都是新版的啦 几乎 那但是呢 网络让你google到的哦 还有很多是旧版的程式哦 所以你旧版程式贴过来哦 不能用哦 你要知道差异哦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 记得哦 如果我要把它当成数字来判断 记得外面要再包一个RNT 所以请你在外面包一个RNT 他过来假设输入18岁 18的话哦 如果他输入18 那因为input的关系 18对不对 他会贵了 过来东西变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我要用数字才能判断啊 所以记得哦 把它加一个RNT 那加个RNT之后 他就变成18了 他就变成 字串变成整数了 OK啊 这个这个字要形态转变 一定要注意哦 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哦 程式会发生错误哦 那如果什么if 那如果什么if if逻辑 接下来的话呢 if h 假设我要判断什么 h如果小于18的话 然后呢 这个加一个冒号 FBA以前是加一个Zen哦 不过你要习惯啊 你不要拿那个两边搞混的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搞混啊 打习惯哦 就容易出 不过还好啊 打久了就习惯了 那Enter之后的话哦 你会发现哦 Eclipse还蛮贴心的 他会自己帮你说牌哦 OK啊 在FBA不会说牌 如果没有说牌 假设你以后在别的地方输入 你要直接按个TAB 如果没有说牌 一定会产生错误 因为我刚讲过 Python哦 说牌是当程式的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哦 你如果没有说牌 不行哦 OK 那如果他小于18的话呢 那就怎么样呢 你就print 假设我就print什么 print未成年 你就是未成年 那就是这边的话 就输出什么未成年 OK 好那试一下好了 执行 这边的话 那他一样上面这边执行 那一样用那个Python去run他 按个OK 然后呢 就把他执行起来的 请输入年龄 那我就输入什么 输入15岁 Enter会怎么样 因为他15嘛 他接到转换的话 那他就会过来 然后是不是判断 判断一下 他是不是小于18 是 就print未成年 假设我这边直接给他输入 Enter 保卫成年 那但是哦 如果今天呢 假如说呢 你输入年龄 输入19岁 那19岁呢 因为他大于了 这个18 所以Enter会怎么样 没事 因为没有 没有逻辑可以判断 所以呢 请各位就是再怎么样 再变成两重 所以一重逻辑 好像不够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再加一个else 所以这个Enter会主要 加一个else 那其实呢 Eclipse也蛮贴心的 他这边会跳那个alif 跟else 有没有 所以你点他两下也可以 啊 记得要加个冒号啦 因为这个部分也是差一点 那你就是哦 把它改一下 这边就print了 那我的习惯是把这边拿来改 成年 成年为成年 这样就ok 所以你再假设再加一个 那就是输入一个20岁 Enter 成年 这样ok 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逻辑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 不管你做任何的程式撰写 一定会遇到逻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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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